古代历史中,有些人在其生前可能饱受非议,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他们的一生往往能够得到更高的评价。 古代帝王在晚年往往会反思自己的一生,如果觉得自己曾犯了错,更是会颁指赦免昔日的政敌,为其洗刷污名。 在清朝康熙皇帝的晚年,他也做出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即恢复政敌敖拜的名誉,曾经被列为奸臣榜的敖拜,被康熙除名。 同时还追封这位古人,更为重要的是,康熙还善待了敖拜的后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么做就是为什么呢? 当清廷的昭阳出生之时,就有敖拜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开国元勋,1550年,敖拜生于清兵尚未入关的辽东地区,出身瓜尔加世,乃清朝三代元勋,苏丸部首领索尔果之孙, 后经开国元勋费英东之职,八门提督为其第三子。 后经崛起后,因常年与明军交战,对兵力需求极大,因而敖拜从青年时代起,便已经开始在军中效力。 毫无疑问,在战场上,敖拜那是相当的敢打敢拼,突出了一个蟒字。 早年曾跟随黄太极攻打蒙古查哈尔布,征讨朝鲜,屡立战功,可以说是黄太极的意愿爱将,青崇德二年。 为了解决背后威胁,黄太极命被子说脱,与孔有德。 耿仲明、尚可习等攻打驻守皮岛的毛文龙,因九宫不下,又改派英郡王阿纪阁接受,敖拜从军出征。 战争中,敖拜主动请英担任主攻,并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倒,必不来剑王。 敖拜率部进攻时,明军早已严阵以待,一时间炮事即发,结果敖拜直接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明军阵地,受其激励清军这才一股作气攻上批倒。 他凭借这种勇猛的作风,以至后来竟然出现了敖拜肉身扛炮弹的传言,也正是因为此攻, 黄太极为其赐号巴图鲁,禁决三等难,到了崇德六年,敖拜又参与了松锦之战,奉命率兵支援右翼的基尔哈拉。 结果,敖拜率领的湘黄旗护卫军与明军骑兵,敖拜二话不说便率军直扑明军,一举将其击溃。 之后,敖拜又不等军令,直接率军追击,一直打到明军步兵阵地之前,遂又率领将士下马不战,结果再败明军。 敖拜率军冲锋险阵,五战五胜,因攻晋绝一等梅乐张经。 后来,随着黄太极率军支援,明军大败,敖拜又与阿纪格、尼堪等率军追击,大败明军。 次年六月,敖拜因在松锦之战中功劳卓著,得以升任湘黄旗护军统领,所以成为了八旗中的高级将领。 敖拜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战功赫赫,不愧其满洲第一巴图鲁的称号,再加上其勇猛无畏,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以及忠心耿耿的行事作风,使其身受黄太极的宠信,得以频频升迁。 然而,这种过于莽撞的性格,虽然为其地位提升带来了帮助,但也为其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作为黄太极信赖的开国红人,敖拜被寄予厚望,但世事难料。 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黄太极崩世,因其生前魏力储君,再加上清初制度尚不完善,导致新帝人选只能交由王公贵族推选。 结果,黄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和黄太极十四帝锐亲王多尔滚,围绕皇位展开了激烈争夺。 当时,多尔滚背后是正白,香白两旗,而豪格的背后则是其亲领的正兰旗,而掌握着正红,香红两旗的戴善,以及掌握着香兰的基尔哈朗虽然保持中立,但总体却较为偏向豪格,结果导致两人相持不下。 如此一来,作为黄太极亲领的正皇,香黄两旗的态度便变得极为重要。 虽然这两旗总体偏向黄太极一脉,但由于有人担心豪格即位后会以正兰旗取代正皇旗,因此亦有不少人与多尔滚较为亲近。 相较于其他政客而言,敖拜这种武将的心思很简单,引长期在黄太极麾下效力,而黄太极对其也极为宠信,因此他自然是极力支持黄太极一脉的。 虽说敖拜没有资格参与屹立皇储,但作为手握重兵的香黄旗护军统领,他的意见同样不可小觑。 在命令将士严守门禁以防不测的同时,敖拜更是与两皇旗大臣索尼、谭太等人会及于豪格府邸共立盟事,愿死生一处。 8月14日,为了解决储君问题,戴善召集王公大臣与崇德殿召开会议,而当时负责护卫会议现场的便是两皇旗亲兵,而其首领便是郑皇旗护军统领瓜尔加图赖和湘皇旗护军统领瓜尔加敖拜。 两人不仅是唐兄弟,且是坚决支持黄太极一脉的武将。 会前,他们便蒙事于大清门,表示要坚决拥立皇太极之子,由于会上双方僵持不下。 索尼、敖拜、图赖等两皇旗众将大臣直接配剑而前,表示若不立弟子则宁死于地下而已。 多尔滚虽然位高权重,但也知道敖拜这种莽夫不能惹,不然这家伙真能干出来当堂杀人的事,因此值得选择退让。 会后,多尔滚在三观庙私下会见侄内院索尼,希望能够说服对方。 索尼当然是皇太极一脉的坚定支持者,但相较于敖拜等人,他却能从大局考虑事情,直到这么僵持下去不是事。 因此对多尔滚说道,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 而多尔滚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深意。 于是,最终,多尔滚主动退了一步,提议由皇太极第九子弗林继承皇位,由多尔滚和基尔哈朗共同辅政。 如此一来,两皇旗便也没有了继续坚持的理由,而失去了两皇旗支持的豪格虽然心有不甘,却也只能被动承认这个结果。 当然,由于曾经支持长子豪格,敖拜在多尔滚执政期间屡受打压,不仅入关后索利战功未能得到封赏,甚至多次被判死。 虽说因其战功和地位不至真的被杀,但也多次遭受革职、罚奉的惩处。 顺治7年11月,多尔滚去世,顺治帝开始亲政,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弗林在得知敖拜曾与索尼等盟士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后,迅速为以重用。 敖拜很快便进入了决策中心,随时于顺治身边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顺治18年,弗林临终之前,敖拜得以与索尼、苏克萨哈、鄂比隆一起成为顾命大臣,受命辅佐少帝玄业。 其实,弗林之所以如此安排,也是为了平衡势力。 四人之中,索尼老成持重,敖拜忠心耿耿,厄比隆乃是外戚。 苏克萨哈则是多尔滚麾下分化出来的势力,如此一来,四人便可互相牵制。 四人之中,索尼年老多病,遇事权衡过多,未是避祸,不轻易与他人起争执。 苏克萨哈虽然在多尔滚死后反正,但在朝中势力较弱,厄比隆则与敖拜同属襄黄旗,常常附和敖拜。 结果,敖拜虽然位居四人莫为,反而最为强势。 1661年,14岁的康熙正式亲政后,他更加蠢蠢欲动。 当时的敖拜仪是一等功,内大臣兼户部尚书,又任郑皇旗汉军都统,手握重兵的他势力逐渐扩大,开始公开插手朝政。 敖拜开始以他辽东其人的身份,为自己招兵买马,他安插心腹李国宣为辽东副都统,掌控故土重兵,提拔好友耿仲明为左副都御士,加强监察权限。 这样一来,敖拜手中的势力已经遍布朝野,对此,康熙敏锐地意识到敖拜的野心,开始筹谋铲除。 与此同时,敖拜也在观察康熙的态度,当他发现康熙不满自己的专权,也察觉到皇帝有所图谋,于是他果断出击。 上书请求罢免康熙信任的大学士约世根,并且举荐自己的心腹顾明氏。 这无疑是敖拜的试探和示威,康熙面对敖拜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度,再也按捺不住,决心除掉这个惹是生非、专横跋扈的大臣。 面对日益跋扈的敖拜,康熙决心除掉他这个心腹大患,当时敖拜势力控制朝野。 康熙难以直接对抗,只能设计陷害,会出现一个擒拿敖拜的理由。 康熙在紫禁城开始让一批年轻历史日日摔跤取乐,短短几天功夫,这几个孩子的身手就长进不少。 终于在1669年的一个冬日,敖拜的侄子贵厄也被皇帝邀请前来关摔跤。 几个孩子围攻起贵厄来毫不手软,打得他鼻青脸肿,气得蹊跷生烟的敖拜文讯连夜赶来那雍殿理论。 质问康熙为何如此打自己侄子,殊不知这郑重康熙下怀,他立刻命左右引敖拜到摔跤场边,然后暗示几个大历史将敖拜制服。 至此,康熙终于抓住敖拜的把柄,迅速将他空以谋反的罪名,整个敖拜家族也受到波及,在狱中经过酷刑折磨,敖拜最终含恨自尽。 自此,康熙彻底掌控大权,开始了他辉煌的康钱盛世,而此时他也未曾想到,自己年迈时会为这位老敌人恢复名誉。 秦拿敖拜后,康熙将其打入奸臣榜单,铸成千古罪人的印象在民间流传。 然而,在他走到人生最后阶段时,智慧的康熙突然为敖拜平反,这其中缘由何在? 或许,经过这些年的深思,康熙也意识到当年青涩时自己有些太过激进,敖拜毕竟不是真心实意要谋反,仅仅是权力争端激化的产物。 作为立下赫赫战功,追随三朝的忠义之臣,敖拜对清朝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他之所以在晚年与君主对立,更多是因为受挫的野心和地位需求,而非要背叛皇室。 再者,当年,敖拜并没有实际的谋反行动,他的要求也仅仅是翻案昭雪,恢复明节。 如果没有遭遇当时还很年轻,激进的康熙,以他的政治经验,也不会走上绝路。 想到这里,年迈的圣明皇帝不禁对老臣生出几分怜悯之心,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非要你死我活的仇敌关系,而是权力斗争激化的结果。 既然自己年少不惑时有失功允,那么晚年为敖拜平反正名也是理所应当。 于是在1692年,康熙下旨从奸臣墙中删除敖拜的名字,并恢复其爵位,还将敖拜赞誉为忠义之臣,以示公平公道。